提穷真心 本体穷尽于真如发心 这个境界就是真如 就是发心 就是本心 就是自信 佛在这一桩事情 说了几十种的名字 真如 本体都说的 为什么说这么多 这是教学的 微妙 教学的殊胜方法 教你 认他的意思 不要指责名字下 名字下的 马鸣菩萨在大乘七七论 教过莫修佛 怎么修法 听今 立言说相 不知诸 不分别 言说相 立名字相 名词说语 都是假设的 佛为了教学方便 用这些方便法 可不能知诸 知诸就错了 你心愿想 我们想他什么意思 不能想 想就错了 你想怎么样 落在阿雷耶里头 不是心得 不想他 意思自然出来 这是行得 学奖金的人 无论在家出家 都有这个经验 奖金之前 要被迫 要做充分的准备 上了讲台之后 有时候 欺如今界 确实 讲诸微妙之法 自己不知道 第一行老和尚 在讲经历法 欺如今界之后 听众当中 江伟龙居士 给他做笔记 讲完之后 江居士把笔记 拿给他看 他问江居士 这话是我说的吗 是啊 没错 怎么会说的这么好 自己都感觉的意外 那是什么 当时说的 自己不知道 完全从自信里头 自然流露出来 这样是 一刹那的 倾尽心 一刹那的 忘乎 自信 智慧 得能 向后 他就流出来了 那我觉得是 每一个 真正认真 学习经教 在讲台上 都有这个经验 那 李老师 有这个经验 我们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老师教个我 学经的诀窍 收住四个字 智诚感通 通 就是障碍没有了 经教的一礼 贯通 用什么方法贯通 学 难 学是世界 得用头脑 用阿赖耶 用意识 这不能贯通 这只能学个知识 学个皮毛 要用什么 要用感应 什么样才能得感应 辰 真辰到极处 叫知辰 学习圣仙教会 学习佛菩萨 真正的秘诀 老师 传给我们 我们自己努力 把这两个字做到 做到知识 怎么做 从传意吃饭 要有知识心 工作 要有知识心 待人皆无 齐心动念 都知识 知识头一个 不自欺 不是欺骗人 不能欺骗自己 欺骗人 有时候可用 就方便嘛 一个猎人 追着一个猎物 要杀他 补杀他 追到三叉路口 三叉路口 有个人看见了 菩萨看见了 这些小野兽跑掉了 猎人问 我看到 看到了 从哪边走 从这边走了 那去骗他嘛 为什么欺骗他呢 命令他造杀意 也救了 这个小动物 没有自己 所以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晋云当中 晋 是物质环境 连是人死环境 都要用真诚心 不怕吃亏 有很多人不敢用真诚 我也怕吃亏 不怕吃亏 佛菩萨尝识 古人也尝识 吃亏是福 欲吃大亏 后头佛报越大 那不怕人欺骗 不怕人毁谤 不怕人陷害 什么都不怕 你就是用真诚 真诚 佛菩萨天天看到你 那一切善神 常常在你身边 你怕什么 如果不诚 不诚你的身边 不是佛菩萨 是妖魔鬼鬼 这是四十真相啊 阿 敏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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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